歡迎來到烈木尼亞 我是男子烈木尼亞的蔡木尼亞 金曲歌後蔡建雅日前在台北小巨蛋 舉辦烈木尼亞世界巡迴演唱會 吸引一萬一千名粉絲喬勝 此次演唱會砸了四千萬打造 不只氣氛衝刺迷幻軒逆感 蔡建雅更是在造型上大突破 頂著銀白色短髮現身 跳脫過去的形象 我花了一段時間 因為一直看鏡子會認不出自己 特別是那個戴假髮 完全認不出自己 但因為有那個造型 其實你可以更進入那個 那個第一部分的那個 就是電子氣氛 也有烈木尼亞的那個感覺 那兩次就是升降台 來不及上去 然後我整個人亂掉 然後中間還有一次 就是我的耳機 出現一個很嚴重的狀況 不過你們自己 聽我的耳機 你們自己會嚇到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你在唱什麼東西 發生這種事情 其實也還滿好玩的 只要你覺得 就是 你懂得到 你可以的 即使演唱會出現小插曲 蔡建雅依舊靈危不亂 演唱會上更邀來好姐妹 蔡營擔任的嘉賓 海班全場 我今天來其實沒有想到說 蔡營會願意唱這首 覺得你可以轉型 我可以 下次就換你帶舞蹈員 我說我是你的接班人 我是蔡營的接班人才見 太好了 聽起來很酷 我只能開自己的玩笑 對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 Jolene Jolene在我的心目中 她就是一個 歌 唱歌跟跳舞的女王 她 我對她是完全完全的敬佩 互相欣賞的兩人 在台下廟宇如珠 也再度為演唱會 掀起另一波高橋啦 像這種 對 而且大家 這假的 你以為我不敢嗎 反正就是她的是真的啦 我確定 我可以跟她確認 我的就不要問了 哈哈哈哈 那麼陽光 什麼樣的生活 是否能玩的結果 你到底是誰 不是一台空 他都沒有愛你 從雙菜在舞台上的互動 就可以看到她們的好交情 也期待未來這兩位金曲歌後 能再合作 集出不同的新火花啦 完全樂綜合報導喔